原方这块连建清水溪畔的农地 虽然有岩壁支撑 但多年来经吸水冲创后 图时也有流失情况 让地主相当困扰 所以这次也特别沉寝立委许舒华 先月牛号希望获得协助 要沉寝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私有地 因为这边长期有施工 然后就是遭到大水冲刷 造成土地影响 烟盘的那边 土地就是都有崩塌然后流失 已经很多年了 然后也沉寝很多次 然后都是回复公文之后 都没有做处理 那希望就是今天 再次沉寝之后 县府或者是相关单位 都可以帮助我们 然后这边早日可以做 比较完善的那个附件改善 日前立委许舒华 先月牛号服务团队 也要记得有关单位人员 前往实地会刊 希望让民众困扰及担忧的问题 能有效获得改善 实际这边它其实 还有一点保护力 但是是因为怕后面随时的话有 不管是台风豪雨或训起 在今年或明年 都有可能因为强力重刷 倒成这整片的一个石壁 去做一个坍塌 那这样会严重影响到 后面的包括是 不管是河床旁边的养额人家 或是农民农作物的一个 耕耘的区块 那所以今天的话是请市和局 还能够来这边 想办法来解决 在会看后 经多方探讨下已有初步的改善方案 先院以后也期许 后续改善工程 能够紧速顺利来执行 让土地遭吸水冲刷而流失的情况获得解决 因为目前它这个石壁 虽然经过冲刷 但是还有保护力在 但是这个也需要解决 所以他们后面也会再带回去演绎 看是如何去通过苏郡把一个石头 去挡在前面来去做变更河道 还能让河道的那个冲击上 不要去一直影响这个石壁 而让我们的这个民众或农民 或是养鸦的这些 这些畜牧户 还能够比较放心 那所以也是一些市和局 来帮我们想这个办法 还也希望这个部分能够尽快落实 还能够让我们地方的居民都能够放心 议长和尚方认为土地遭吸水冲出来 而有流失情况 让民众权力有所损失 并影响环境安全 也希望有关单位能够重视 会谈后紧述协助改善 记者卢一凯竹山采访报道